大家好,又到了傑哥軟實力的時候 大家看到梳打在這裡,我們上一集說了涉定惡的貓 現在這隻貓在面前經常吃東西 為什麼我們要說涉定惡的貓,大家知道量子力學是很特別的 為什麼我們要研究量子力學呢? 因為我們想對這個世界有更深入的認識 所以我們必須了解量子是什麼 而量子力學到現在,我們看起來,他跟我們的人生、生命有很大的關聯性 我們現在雖然不明白他如何操作,但是我們知道可以運用 接下來我們也會跟大家談談,什麼叫量子電腦,量子電腦究竟是什麼呢? 不知道今集有沒有講不講得到,講不到,下一集再跟大家講 大家看到旁邊有一幅圖,那幅圖其實是一位科學家的墓碑 叫做波爾 波爾他說過,上一集說過 如果你沒有被量子力學所困惑 就代表你根本沒有徹底了解他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很多的情況之下,你們對量子力學是不理解的 又是西方一直以科學為他們最終的思想 科技的霸權,他們在過往這麼多年內掌握了 我們中國有沒有呢?有 但是我們中國的層次去得很高的 包括我們看到張儀的雲天儀 我們中國很多哲學思想 但是很多人就當他是一種人生哲學 但是不是人生哲學來的 最重要的是他除了人生哲學之外 還可以解釋到很多科學上高的問題 這個無上高呢 現在我稍後跟大家講一講 不如我開始在節目前和大家講 波爾的無上高有一個互補的陰陽符號 波爾其實是很特別的 他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他會把這個有關的互補原理 他曾經說過 必須要放棄以往只用單一模型 來描述物理概念的這種想法 波爾認為 海森堡發現的不確定原理 其實是這麼深刻地互補原理的一種表現 即是互補A和B 他就把東方的陰陽聯繫在一起 其實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這個符號不是一個靜態的符號 其實是不斷的運動 你唯有動或者是一個立體的形狀 或者是超越一個立體的形狀 可能大家都很難理解 那你就會發覺到時間的漏轉 其實是固定的 九一或者甚至更多或者更少 不知道的 那為什麼會在他墓碑上高呢? 他自己墓碑上高 他就要求黑國太極符號 因為他看不出一個真題 沒有一種角度可以窮盡真實 不同的觀點可能都有價值 但是就是互相排斥的 當你研究到這件事 你就會知道 核融合是絕對有可能發明出來 不是發明的 抱歉 這個世界上沒有發明 只有發現我自己的看法 為什麼? 因為所有事情都已經存在 都已經是真實的 但是你怎樣令到他可以出現到呢? 這個就是特別的地方 好 我再一個起點 傑哥 有什麼看法? 傑哥 剛才跟大衛sir談 就是 大衛sir說 時間可能是高一級的維度 其中一個維度 就是說 如果你在再高一級的維度 這個世界其實前和後 過去 現在 未來 其實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亦都告訴你 都是可以確定的 所以大衛sir說 所有事情都是命定的 這樣都挺有趣 我自己看回 因為如果你在我們 一個三圍的人的角度去看 覺得這個世界不應該是命定的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的組成 是由這個量子組成的 量子本身是一個不確定的東西 但是剛才大衛sir的解釋 我覺得又好像都對 量子是我們現在觀察 覺得它不確定 因為我們是一個三圍的生物 如果我們可以有一個 再高維度的思考去想的話 去觀察它的話 其實它可能都是確定的 根本 這個就太高深哲學了 我想這個世界沒有一個人 可以有一個很確定的一個想法 一個實驗可以證明它是真的確定 還是不是確定 這個都挺有趣的一個思考點 另外就是說 剛才波爾的墓碑 為什麼用太極呢 其實太極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中國的一個核心思想的一個體驗 陰中有陽 陽中有陰 它既是陰也是陽 就是之前我們講的量子蝶加泰 就是在太極裡也可以體驗出來 而且它是動動的 就是它不是死的 就是它在動動才有意義的 跟量子那個理論也是一樣 就是它也是一個動動的理論 就是它不是一個死的 就是你不可以判定它 就是給一條數學公式 你就可以永遠鎖死它 不是這樣的 就是它其實是不停地在變化的 就是這個理論 另外就是 我應該再上一集 大衛sir講過 就是莊周夢蝶這個故事 就是莊子它發夢自己變成蝴蝶 醒了之後就在想 到底我現在是一隻蝴蝶 在發夢的世界 看到自己是一個人 還是我一個人 剛才在發夢 看到自己是一隻蝴蝶 就是混合起來 其實它搞不清楚 其實現在這個世界 也是一個這樣的世界 就是到底我們現在在看的 這個所謂宏觀的世界 就是真實的世界 還是我們用數學公式 或者觀察到這個微觀的世界 才是真真正正的世界 其實這件事也是一個很哲學的思考點 就是如果你是所謂的量子世界 才是真真正正的世界 其實你現在我們看慣了的 我們覺得量子世界不合理 就是那些現象 其實因為我們已經處理 處置 就是已經身處在一個 在量子世界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貪淑 就是你如果有一個意識去觀察它 它就已經沒有了量子世界 那個現象出現 會變成現在宏觀世界 看到的現象 其實我們會不會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人 有意識去觀察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一個 就是貪淑了之後的世界 我們叫做宏觀世界 其實我們根本原先是一個 微觀世界 所以就是說 怎樣入定 或者將自己的意識去除 就是為什麼佛教會提議 怎樣去除貪僧痴 這些肉體上面的鎖 要超脫肉體上面的鎖 才可以去到一個無憂無慮的世界 去到更高層次的一個世界 其實會不會就是這樣呢 就是我們要去除自己的意念 就是才可以真真正正去升 去下一個更加高維的世界呢 就是佛祖的裂盤 會不會就是這樣的意思呢 就是它不是真真正正 在我們意義上面的死了 或者是它去了一個更高維度的世界 因為它的意識 或者它可以看到一個更高世界 就是更高維度的世界的一個現象 它可以理解到 所以它升了一個維度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升了一個維度 就變成了我們所謂看到的一些神職 就是叫做神職 所謂的神職 就是佛祖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佛家的一些故事 怎樣觀音又可以是男又可以是女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原來是一個升了一個維度 其實人類很難理解再高維度的東西 我們可以退一步 就是我們想像一個二維世界 去看我們三維世界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你在二維世界 看到一些很神奇的現象 你是解不到 你不可以又是這樣又是這樣 但是三維世界去思考 去看這個現象就沒問題 就是譬如你把一張紙摺起它 摺了它 到底你摺起了那個位置是向上 還是向前或者向後呢 其實你是看不到的 即是你是理解不到的 但是你在三維上面看 你摺起它是一個向上向下 就是這樣的真真正正的形容 這個世界的意思 我想我先去到這裡 嗯 我有一點和傑哥的看法 有點不同 意識是最重要的 沒有了意識這個宇宙 就完全不存在的 對於佛祖來說 其實你是要有意識的 你有意識 就是因為你要超脫意識 我們的七情六慾 是限制了你的意識 你的真正的意識 那一股流轉 是很重要的 當你 我們說回一些哲學的問題 即是現實世界上 我們都有善和惡的 善和惡 很多哲學裡面 其實它都會提出 什麼叫種子 即是譬如新儒家有講種子 其實融合了佛學裡面的種子說 即是每個人都有善念 最終極的那個 就是善了 善的種子 但你落入人世間裡面 你就有善惡之分 對錯之分 對不對 但你的種子 是超越了善惡的 我們將那個種子 即是善又是惡 即是善又是惡 沒錯 那種子 那種子不是善又是惡 它是超越了 它同時是零和一 我們用過一詞 同時是善惡 你是善和惡 對比 有意識沒有意識 是對比 對嗎 對嗎 你的精神和肉體 也是對比 但當你去到一個境界裡面 你在最終極的一點 你就是無善無惡 不是無惡 你在同時 善惡 都對你來說 是沒有對比的一件事情 是完全沒有對比的 我那時候 我大學研究所那時候 我去學生瑜伽 我不是很明白 嘩 怎樣超越善惡 這個至善是什麼呢 我們常常說的 什麼叫至善呢 至善也是善 有善就是有惡 但以前老師跟我說 善惡 其實 你現在形態上有善惡 但當你沒有 你在沒有裡面 你怎麼會有善有惡呢 我們沒有對比 沒有對比 已經沒有對比 那個是一體來的 就好像我剛才給大家看的 那個太極 那個太極是流轉來的 形態上高 你會去看到 咦 好像 陰中有陽 陽中有陰 一點 陽裡面 有一點陰 陰裡面 有一點陽 不斷去流轉 逆經裡面 都是這樣的 大家看看 潛掛的就知道 一個循環 初九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上九 然後再下去 這是一個循環 這個好像是分階段 但如果是細分 當我們把太極 快速去 你是看不到太極的 你是一個形態上高 你是看到的形態 明白嗎 是流轉的形態 越走越快 越走越快 快到最後的時候 你根本 善惡陰陽 分不到 什麼都沒有 沒有了 你是更加宏觀的角度去看 喏 還有一件事 什麼叫做四維呢 我們現在目前知道 有十一維度的 根據一些科學家 或者理論家的說法 他有十一個維度的 但是你到四維 四維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三維的 時間限制了 一定是一條直線的 是不是 那你什麼 是啊 你的三維是什麼 空間 是不是 前後 左右 上下 沒錯 立體空間 你在立體空間 跟著去走 四維裡面 時間限制著 直的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隨時改變 立體空間 我們現在是因為這個 這個世界上有立體 時間向前走 你到四維的時候 你的時間已經是 我可以控制到 但是當你控制到 就是你站在很遠 去看著車 你用一個航拍機 前面有個大石 阻礙你 你一定會當車 但是對你在開車裡面 我們在說兩公里 十公里之外 你一定會撞車的 基本上 99.9%會撞車的 是不是 因為你是直行的 你一定會撞車 或者下一秒 你會突然有一句東西掉下來 一定會撞到你的 我會知道的 這些物色為空間 因為你的時間 你已經掌握到 你已經看透了 我們現在隨時建立一個路 隨時有一個三角追體 政立方體 長方體 這些 我們全部都是建立出來的 我們現在根本就是 處於一個立體世界 我拿著一隻杯 我可以做一隻杯出來 這個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我們也可以打爛一隻杯 到五維是什麼 我不知道 五維有人有解釋 遲一下再跟大家講 當你的杯 你就可以時間做到 我們現在講的 有一個雙的理論 物質永遠都是一個雙 你沒有理由可以建立出來的 因為一直在損毀 但是人很奇怪 人就可以把雙逆轉 你是不斷地創造 整理它 再創造出來 我們在三維空間裡 我們有創造的力量 但是當我們 我們可以在這個時間裡 可以在時間裡 可以自由遊走 分分鐘 大家知道 有一個理論 就是改變世界 我忘記了 那叫什麼理論 總之一會告訴大家 有一個情況 就是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 整個世界 是 已經 意識是必然存在的 我們不需要去了意識 我們反而 要 意識 和物質 去 不斷地在裡面走 人生的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傑哥 交給你說一說 我找一找那個是什麼理論 好啊 好啊 剛才我聽到大衛Sir說 我們的時間 在這個圍道是鎖了 我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就是 光速 是固定的 就是你無論怎樣看 無論你是怎樣快 你去看那個光速的時候 相對於你 你都是一個光速 你在那個光速 看第二速光速 其實它都是一個光速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速度呢 即它速度 其實是怎樣解釋呢 速度其實就是一個距離 和時間的關係 會不會就是這樣呢 就是你時間是鎖住了 所以光速也是鎖住的 就是會不會有這個原因呢 所以大衛Sir說 我們這個空間的時間 其實是鎖住了的 就是你不可能突破到時間 就是好像你不可能突破到光速一樣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我自己覺得 那反過來看 會不會有一天 我們可以 就是升了一個圍道 就是可能突破了三圍 我們去到四圍五圍的時候 會不會就可以控制到時間 就是好像我們今天可以控制到 隻手可以伸向高伸向低 伸向前伸向後 左和右 會不會遲些 我們可以時間 都可以前和後 這樣去移呢 就是身和舊 中間會不會也都有一個 這樣的關係呢 這個我就不太確定 但是我覺得這個理論 又好像講得通 我又講一講 當然我們兩個文科生 講這些都是哲學上 沒有任何法律上 或者學術上的責任 大家要看著我們這盯頭盔先 千萬不要小看文科生 文科生 我們讀哲學 其實是了解宇宙的真體的 對於理科生 好像很難 邏輯的世界上高 只要你明白什麼零和一 你知道所有的結構是怎樣 你是解釋得到的 你是要解釋這個世界 還有我們現在 其實已經是超越時間了 有些人可以的 譬如有些人有預知等令 我知道下一分鐘發生什麼 我們現在的意識 是不受時間所限的 我可以回憶回 我十年前做的事情 雖然我有美化度 又或者未必是一個真確的 但是你的意識裡面 你真的覺得十年前 你在做這件事 有些人會記得 你自己小時候 三歲的時候 或者剛出生的時候 你看到爸爸媽媽的樣子 每個人之間遇到一個場景 你覺得你自己見過 經常 經常 對 這件事是很神奇的 我剛才你這樣說 會不會是一個預知的能力 不過大家不太覺得 或者因為我們在三圍世界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去 很深刻地理會到這個什麼現象 沒錯 就是這樣 沒錯 以前科學都是一樣的 科學給人家的感覺是什麼 你等一下 科學給人家的感覺 就是 是一種 無術 在過去裡 你為什麼可以 這樣做到一些事情出來呢 我曾經看過 一套電影 愛麗斯蒙遊仙境的 現代版 有一個 科學家 在古代 他的科學 當時就變成 魔幻的東西 是一些法術 是一些武術 是嗎 是啊 其實在上當年 你如果說地球是圓的 其實都是一樣 是一個異端邪說 是啊 沒錯 你會被人燒死的 沒錯 沒錯 但這件事是不是存在 是存在的 但怎樣證實呢 是啊 怎樣證實呢 當時沒有證實的手段 不代表這件事不是真的 是 沒錯 沒錯 所以我們要看這個意識 以及現在的量子力學 其實要解釋 並不困難 是真的一點也不困難的 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不困難呢 只要你真的 超脫了 你的 怎麼說 零同一的限制 是 和非的限制 你就是有一個突破的位置 可以進去的 這個才是真正的理解 所以科學家 到最後 如果更高層次 其實就是哲學家 哈哈 會啊 很多科學家之後 晚年都會研究哲學 或者是神學 沒錯 為什麼研究神學呢 因為你要解釋這個世界 但是你發覺只是用科學 你是解釋不到的 當你 量子 你解釋得到 你為什麼呢 你跟著很多東西 你就可以創造出來 這個中國哲學 裡面其實已經有了 但是我覺得 中國的科學家 應該去研究一下 中國古代的 整套哲學理論 有些譬如學 你是真的在人生上高 你的整個世界觀 你是OK的 你是可以用到的 但是如果真正要研究哲學的真體 你就去看看 不是印度的佛學 而是中國的佛學 和中國的道家的哲學 你去看這一點 你就會更加清晰 你究竟所面對的 你究竟所面對的是一個什麼世界 而在這個層面 科學是會有突破的 那時候陳鑑老師跟我說 其實原學和哲學 或者術數 其實是同一件事 我很明白的 我很明白的 我覺得他是說得對的 當你計算得越細緻 其實現在是大概 你會知道那個人生 是會怎樣去過的 是大概會怎樣的 不會差太遠的 因為你出生 所有的情況 你都會有一定的限制 當你有限制 就可以有計算 就可以有計算 我補充一點就是 之前我記得 大衛老師和陳鑑老師聊天 其實風水術學 這個是一個統計學 其實是 它不是亂來的 不是無中生有 它是一個統計學 就是有一個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它統計了 之後有一個表達方式給你 另外一個點就是 其實這個量子力學 也是一個統計學 它跟剛才大衛老師說的 一個風水或者術數的其中一個點 就是很準的 如果你用對公式的話 是很準的 如果你用對數字 用對數據其實是很準的 量子力學 你不可以解釋它 你解釋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你如果有一個統計學數字 它其實下一步會怎樣 是很準的 比所有任何現在的其他科學 經典物理學 都是要準的 就是這樣 統計學是什麼 統計學 我是一個 是一個過程來的 統計學 你要找到一個原理出來 但是統計學 只是其中一點 如果我去講 我去講 整個 術數 是 物理學 加化學 再加上量子力學 三樣東西 差不多了 都是 差不多了 統計學 你是把一些現象 去整理出來的 你統計了出來 但是其實物質裡面 有自己的特性 我們的化學 化學表裡面 其實每一樣物質 已經定了 人何上不是呢 是不是 為什麼有些人屬金 有些人屬木 有些人屬水 有些人屬火 屬土 金木水火土 為什麼呢 為什麼人又會分陰陽男女呢 是不是 這句為什麼呢 是不是 這些是完善的 只不過 我們過去的智慧 在現代上 有很多東西是失傳了 失傳了 其實是一體的 完全是一體的 但是一體之下 我們怎麼把細分呢 所以 我們以前中國人有說過 一理通 八理明 就是你的根本 你有沒有通到 你如果真正通了 其實很多道理 你都會明白 但是如果你不通 你只是斟著於枝微細節 你就不會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做 當你人生有經歷 有個歷程的時候 你就自然會 去感受到的了 今天的量子力學 跟大家聊到這裡 因為裡面有很多哲學元素 我也很希望 有一些科學 或者泛科學的朋友 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現在跟傑哥兩個人聊 如果有疑惑的話 我們再找時間 再跟大家開一開 這一方面的哲學 但是你說 說起來 可以很簡單 一句說完 就是道 量子力學就是道 就是道這個字 準了 就是道了 沒有東西 很準 沒有的 就是這麼簡單 最大又是道 最小又是道 道在史的中 大家知道的 就是這樣 為什麼道在史的中 最低下的東西 最大家不在意的東西 道也是其中 量子力學 不是一樣嗎 下一集 我們就跟大家講一講 什麼叫量子電腦 量子電腦 比特 怎麼計算呢 這麼特別 本來量子電腦 我們打算講一集 結果現在講了三集 差不多了 我覺得 如果大家有疑問 或者想聽多些 我們有關這方面的罪術 很歡迎大家 留言 點讚 分享 記得訂閱大衛Sir的頻道 感謝大家 最重要的 當然是看完廣告 如果大家方便的話 感謝Danny哥 很多時候他幫了很多忙 感謝大家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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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